系列报道 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这一年来 它的起落 它的重生 都占据媒体头条的 永康街芒果冰店 和为六个月 台湾芒果冰的创始店重新开卖 日本和香港的观光客 蜂拥而至 挤满12平大的店面 不管是外带或是内用 一天热卖上千万的芒果冰 尽管一盘要价160元 但是人气依旧No.1 我是从香港跑过来的 因为它重新开卧 所以我知道它很好吃 所以就过来吃了 日本吃的话更亏 找不到这种芒果冰 挫滨的双手从没停过 几乎快跟不上点菜的速度 人手一碗芒果冰 桃壳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冰店重新开张 依旧大抬成龙 再次带动了整个永康商圈 也让周边店家 生意都涨了两成以上 大概每天掉到 掉一两成 然后 它现在再重新开业的话 就是 这边人潮明显变多 15年来 永康街的芒果冰 已经成为台湾冰品传奇 更是永康街的地标 与观光圣地 全盛时期 每月营业额高达800万元 缔造国内冰店空前记录的 就是转为顾问的 前冰店负责人 罗俊华 回想起刚创业的过程 罗俊华点滴在心头 有卖一些泡泡冰 还有一些穿上的冰品 但是没有一些 有经过创业的一些冰品 所以在声音上呢 是不如预期 非常非常的惨 最惨就是一千多块钱一天 一千 化为鸡为转鸡 罗俊华将最爱吃的芒果 转为芒果冰 意外创下大惊奇 成功创业的故事 还被拍成电视剧 刘飘子 由范直伟来诠释他的故事 我们在做冰品上 我们必须要坚持 几个人的新鲜 原味 跟健康 那完成一份冰 也有需要几个重点 就在酸 香 水 这三个元素 你一定要掌握出去 绵密华顺的冰品 是罗俊华试验 多次的成果 期间耗损的芒果量 更补济其数 冰品迅速翻红 让罗俊华出场成功滋味 尽管已经转任顾问 罗俊华仍然坚持 美味芒果兵要先从挑芒果开始 罗俊卷我一汤水 把芒果都大池池沉下去 先浮上来 这也是一个特别原因 沉下去都是香甜的芒果 浮上来的芒果 所以它的品质就稍微差了 密度影响果肉扎实 鲜甜的罗俊艾文芒果 全部沉入水箱中 经过清洗消毒 工作人员迅速削皮 切下黄澄澄的果肉 前置作业 大功告成咯 鲜甜多汁的芒果冰 清爽的芒果 配上香滑的果泥 是观光客必潮式的冰品 由着性格小胡子的罗俊华 亲自示范 如何做出道地的芒果冰 静剔透的碎冰 不断从制冰机研磨而出 淋上一条提香增味的糖水 芒果颗粒一阶梯排排放 铺上独门芒果蜜 淋上香醇浓郁的奶水 最后咬上芒果冰淇淋 小山高的芒果冰和鞋也之前相较 外形 份量 价钱几乎相去不远 量跟价钱都没有变 那我们现在甜度有降低 所以你更能够吃得到 芒果本身的原味 豪华芒果冰澎湃上桌 酸甜滋味满足挑剔味蕾 一口芒果一口刹冰 交织出美味多重奏 这里比较大 还有很多的食物 山岚没有那么多 芒果吃起来不错吃 然后那个冰的话又很绵密 所以口感还不错 吃起来很好 之前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 尽管退居幕后 果冰化仍然继续研发新口味 像是季节性冰品桑胜玉荷包 就是惊吓的新口味 绵密细致的爆米伤头 放上滑顺的桑胜冰淇淋 加点Q弹的荔枝蒟蒻 酸甜口感不满舌尖 仿佛触炼滋味 这个冰淇淋的部分 因为它有桑胜的果粒 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吃 桑胜的冰淇淋真的是甜得很腻 然后有点酸酸的感觉 非常适合女性朋友来吃 我非常推荐 抢科的秘密武器 哈哈爽 结合两种品种的哈密瓜 清甜的绿色哈密瓜 特制透心凉的冰沙 淋入香甜的橘色哈密瓜果泥 点缀蒟蒟蒟蒻 果粒冰淇淋 食上一口 熟气全消 绝妙滋味 静在不言中 可以吃到那个哈密瓜 多层次的口感 而且这个蒟蒻 非常清爽 夏天非常适合吃 非常多层次 而且它这个冰淇淋球 其实是蛮粘陋的 即将问世的哈密瓜雪酪 清爽绵密的口感 同样让人一直上瘾 永康芒果冰休息近六个月 如今重出江湖 誓言要把永康界人潮 前潮再找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中文字幕